接下来看到这个也真的是很夸张 下班时间交通繁忙 一辆车在高雄街头不肯遵守指挥 硬是要从外侧车道插队左转 袁警要他离开 他硬是不走 还大骂袁警 记者追查他的身份 他不但是高雄市府顾问 还是多奸大学的教授 行为却相当恶劣 下午五点下班尖峰时间 这部车不服交警指挥 硬是不易规定车道强行左转 夸张的是袁警要拦下他 他还试图冲撞袁警 原警脚被车子压到 男子还怒向自己是高雄市府顾问 警察要求出示证件 男子又搬出宪法说要告警察 出示你的警察身份 你知不知道你违反宪法 五零五条修正案 你现在返害自由 但其实宪法根本没有第五百零五条 顾问根本是鬼扯 被带回派出所后 郑水瓶变本加厉 大吵大闹 不服取缔交通警察的指挥 还有多车道 左转弯不先持路内车车道 这两条把条域开发 记者查证 郑水瓶的确是高雄市府顾问 还在多奸大学教书 今年五月还曾对女子 强行舌吻被控性骚 现在高雄市府打算 将郑水瓶解职 也算是给他一个教训 记者才会军送德威高雄报道